阿湯哥呢 这讲到 他这就是 他有一个实质果的问题 他说 之前有听你说百香果好像有缺棚的问题 棚呢 要拿嘛 要怎么输用 有没有什么可以推荐的 那真的就是要找宝妹了 好 来 之前有问到十倍长 十倍长的满天星 只有一个一粘呢 算是有十八颗的满天星 百香果只有一颗 不开花 结果 是不是因为胆肥太多 再来就是有结果呢 都很大 但是呢 现在他的意思说 会不会越结果呢 就会越小 包括呢 第三个问题是 蓬肥是不是可以跟雅琳酸甲 荣林菌到底来输用 包括他每一个月呢 是摇肥一次 应该是四颗肥 应该是一百颗 一粒一百颗 算是每一颗应该就是每一张一百颗吧 再来就是以前主席呢 开花的 他发现说肥粉呢 很少的 没什么肥粉 这是不是跟整个气候有关系 这个百香果 我们在状态的时候 当然有时候就是这个 他你要知道 他是这个热带 更热带的一个 这种的一个作品吧 所以 那么目前所了解 所以当然你在状态的时候 那么要特别 因为这个 跟温度有很大的一个这个 所以 目前可能就是 在 在台湾 状态 状态最多的时候 曾经有到 一两千公顷 在状态状态 的话 大概面积大概就下降了 因为不乏增 所以南道 台中病毒 其实各其他的所在都小小有人增 所以说有时候他在 比较没人好生 正常看起来 我们在增的时候 就是说 啊 在 这浅 譬如说你 哎 他比较容易缺盆 缺盆的这个原因 就是因为这 我们要注意 不是說因為我們看到 就是 如果是這個 噴比較不夠 它的花粉的活性會比較壞 因為這陣子溫度比較低 你在做 在低溫的時候在做這種東西 雖然不一定 你如果是在便當 大概問題就比較少一點點 那你如果是說 在其他的一個地方 就比較麻煩 因為它冷 冷就比較容易缺噴 比較冷就比較容易缺噴 大概是這樣 但是就是說有時候你在做 這個以前做 因為百香果都嫁接 所以 它沒有所謂的幼年性 一個時間它應該就給它生 但是有的 會在那裡不需要給它太早生 不需要給它太早生的原因是因為 漲不夠怕 但是就陸陸續續 這不太要緊 那麼憑你可以在 它會用蓬沙什麼樣 當然如果在本校面 我們當然有推薦的 這個真的你可以找這個寶貝 然後有一些跟藻類去 去熬合的這種 那麼這個東西就比較好一點點 就是說我們 可以讓它蓬 不容易吸收 這個原因是這樣 為什麼我們會另外有的說 既然蓬沙會用一個 也可以容易水對不對 也會晒 但是變成我們既然要噴 就是說 希望它可以比較容易 把它吸收 所以通常 希望就會用好一點點 這東西在用的時候 我們會去用 比較好 為什麼說用比較好 原因就是說 它很容易吸收 這重要是這樣 就是說它比較容易吸收 差別在這裡 要不然它的噴的量也不是特別高 對吧 但是因為它加了這些海藻 這類的東西 它有一個特殊的這種懸浮 那麼這種就效果比較好一點 就是說你在抓噴 毛 刷 毛 開花都有關係 你這些東西來用 就效果會好一些些 這個大概是我們 在這個裡面 可以去 去處理一下 這個什麼問題 可以再問這個寶貝 那麼第二的問題 就是說這個 種的這個有 有一個比較不會開花 這是不是有可能 這個蛋肥過多 因為是有可能的 因為你現在是開始有在開花 有在大 你其實他沒沾肥就不會大 那麼現在隔壁你當然這咱來結局都很大顆 大顆沒關係 你這本來這個滿天性 他這個比較高培 稍微看 他這種的比較高培 滿天性 那麼他比較高培 他這個比較大顆 他的那個顆粒其實也是蠻大顆的 那種這種東西若種的大顆 你若種的大顆 這個很受大家歡迎 這其實不可以太小顆 太小顆 比較沒能 受到大家的這個歡迎 所以你比較大顆 沒關係 但是就是說 是不是有比較不會開花 看看一般通常淡索太多 那麼再來就是說 開花結果之後是不是越來越小顆 你若是藏不夠鹹 蝦子不夠 太有可能會比較小顆 這個是有可能的 但是就是說你如果營養有夠 有正常的這個性重 這個大概是沒有問題 那麼這個磅是不是可以跟磷酸胛 跟榮林菌作為用 因為榮林菌罐頭 你如果磷酸胛你也是罐頭 那你磅要罐頭 也可以作為管 沒有問題 那如果噴蝦瓶 你變成說你磷酸胛 你要噴蝦瓶 你磅你要噴蝦瓶 也可以 但是榮林菌不可以噴蝦瓶 這個當然 應該是這樣 那麼一國月就一半肥 然後你用的是這個四盒子 這每一張 每一張是用這個100克 100克 那麼一般來說 就是說我們在這個 在種的時候 大概我們像 正常百香果應該差不多是三米 三米四米這樣 是一種 這個比例 所以你如果是他平均是差不多12 12平方 12平方 一般我們的鉤是這樣12平方 種一張 那麼我們一分塊一分塊在種一分塊 一千平方米 這通常差不多種這個八十張左右 那麼八十張 八十張你如果是一張 譬如說你八十張你一張 這個100克 你 你這個80克 一分塊一分塊 一分塊 那譬如說是 啊 這個 這100克的一個這個量 就是乘以0.1 所以呢 這個應該是沒有什麼太大的這個問題 就是說一百克 但是你能夠給他 啊 15天一次 這 不要一國月落一半肥 你給他落比較少 因為那不太多也薄薄了 譬如說 他這尊 調鉤 這個 鉤在大 你給他落一個五盒子 稍微大一個 啊四盒子當然是最簡單 就是說啊 環境都給他四盒子 那麼這個應該 這個量你找看看 應該 那是那個 生長比較大 因為你 一直都用四盒子 就是夾很高 但是有可能 這個 也不長葉子 這樣也不行 當然你之前是過頭期 現在 這個蓋回來 那這個當然是沒問題 對啊 但是最好就是說 可以稍微調整一下 不可以 不可以沒效 不可以沒效 他就比較沒這個 那麽 就所謂沒效 他那個鉤就大 比較不會起來 這個會有這樣的一個問題 那麽 這個問題是這樣 那麽另外一個就是 就是說這個花粉 花粉 你不用擔心 說這個 這個肥粉 這個去給蜜蜂 給他吃 這其實 一點點的肥粉就好了 其實 最好就是說 有時候 這個 絕對不是蜜蜂吃 蜜蜂把我們拿去 絕對是很少的 那麽有的 有的這個百香果 他 比如說 他你看不到肥粉 甚至有時候 他的一個這個 就 比如說像空氣裡面 這個濕度太高 濕度太高 有時候你會看到 他那個 他會噴不開 就是 他的 一種肥粉 一粒一粒 他沒辦法 就是濕度太高 他會噴不開 這個東西就說肥粉 這個 爆掉的 這樣 在這裏底就是說 啊 這個比較 太過於 潮濕 這個 連接下去 還是說這個溫度太高 啊 太高高 這種的 這個 譬如說 溫度太一般是太低 這太低溫了 太低溫 那太低溫 低溫的時候 他這個 這個沒有什麼肥粉 這樣 所以 那麼有時候百姓國開花 沒有肥粉 這在他的一個這個 自然界裡面好像就有這種 這種現象 譬如說他還是比較偏磁豬 那麼 磁性豬有時候他開花 就沒有這個肥粉 所以這可能要稍微來幫他這個 注意一下 就是自然裡面 如果沒有肥粉 這本來就有可能 他是一個 因為 在這家就有時候確實是沒有 那麼 有的說是不是這種肥粉 這個 都拆掉了 不太會 這個東西 不多 這種 蜜蜂全部把你的粉拿掉 他也會去沾沾沾 不一定可以增加 他的增加 他的這個 這個 那麼瘦粉也這樣提高 但是他存在最大的這個問題 這個沒有肥粉 有可能就是 他本身的這個這個 花育不完整 為什麼花育不完整 就是我們最怕的就是這個 這個 比較缺膨的這種問題 所以 啊 營養上缺膨 以花粉就比較不完整 這個有可能 還有一個就是說 沒有日常啦 這些沒有陽光 這種的這個情形 還是說 如果是 比較沒有這個 這個溫度 太多 沒有日常 還是說 這個太多溫 這個頂頂的 那麼這種就都 很容易出現到 這個 這個肥粉 很少的這個情形 所以 是不是叫蜜蜂給沾光了 不會啦 如果說蜜蜂把你沾光了 應該那個都會掉 要會掉個就好了 那些肥粉也沒什麼好 但是有時候你開出來的時候 就沒看肥粉 那麼有可能是這個低溫 就是低溫的時候 所作成的這個 這種 這個這個競爭 這個百香果 這個少發粉 這很多這種的 啊 很多在栽培裡面 很多 這個有時候 可能是貧政啊 還是什麼樣 這個各種原因都有 啊 但是呢 這個自然界裡面就是 最主要是因為 激動性外套館 那麼 再來就是說 這個 這個 本身的一個這個問題啦 所以 我們會看到 大概就是 那麼營養上一定要 一定要對著 那麼 受溫度 這個 這個 激溫 激溫的時候 陽光不足 就是說你的一個 雷脂的就比較不夠 所以 有可能 這個激溫 激溫的 然後有可能就出現到 這種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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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 如果是 呃 這個裡面 就很容易 很容易出現到 這種 這個 很容易出現這些問題 這個東西 就是說低溫 溫度 激溫 激溫的時候 他就很容易出現 尤其 甚至連火都會變焦 所以 你如果這陣子 譬如說 可能未來 有幾天會比較冷 你可能這個 這個吊車 吊車就是 我們說的 你正通 這種東西要噴噴的 那不 這個溫度太低了 這個 火開不起來 火開不起來 當然就沒有產量 這我們知道 這個問題就出在這裡 這由我們好朋友 希望做一個了解的 鐵宮 給你做參考